在这个不管是叫政治 当然有些是跟宗教相关的一些话题 那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人 实际上他们都不同的这种观念 观点的执着等等 那在台湾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对于这种 尤其是像政治这种议题 实际上是还蛮极端的 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喜欢这边 也很喜欢那边 那当这些议题 如果在一个公共场所出现的时候 实际上就很容易产生争执 那尤其是一个比较属于 商业性的一个领域里面 你要做生意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生意的过程当中 如果因为一些政治的议题 当然如果是positive 如果是正面的话是OK 但是如果是比较负面的话 那可能生意就做不成了 所以说通常在一个 这个生意的这个场所里面 其实大家是比较谨慎 就是说如果是相关的这种议题 尽量就是避免不要去谈它 因为谈出来之后可能对方跟你是不同的这个意见 或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那生意可能就很难谈了 所以说这个是在这个 一般的这个生意场所里面是这样 那在学校里面教育 其实也那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说应该也要尽量避免 这类似的议题在这个 例如说在教学的过程 或是研究的过程里面 产生相当的影响 实际上这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影响 但是这些影响可能会导致 你可能一些像说教学上的成果要 或者研究上的成果要 就导致可能就有一些 一些side effect出来 一些这种问题 那所以说在台湾里面 其实在家里面等等 可能这些议题可能比较容易出现 那在可能在公司里面 如果是比较private group 等等的话可能容易出现 但是如果是比较公司 要谈生意等等 要说教学等等的话 我想这个部分大家会尽量来避免它